台東縣政府協助關山陣農會所屬 米國學校用地取得新辦事業許可 5月4號由縣長饒慶林 親自頒發許可函 過去在一般民間的想法裡 我們都弄個新辦事業計畫 不知道要廣東 3年5年10年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這個新辦事業計畫 也是在幾個月之內就完成 這邊要非常感謝關山陣會 提供了非常好的文件證明 以及速度和效率 現場一直小的 台東不只台東 我想米國學校也不只米國學校 以往這樣的模式 也是可以去更改 那我相信通過這一次的變更 未來這個 原來祝福在這個關山陣會身上的家屬 打開之後 你們就可以展現手腳 然後好好來發揮 從4231到428 都是總共大概有8500多平方公尺 從傳統的農業轉型到現代休閒農業的時候 一直都忽略了要去把土地 這個目的事業做一個變更 那我們這一次做的 就是把這個基礎先把它做好來 那將來要發展的時候 就不會有很多卡卡的問題 關山陣農會於2015年 將閒置的舊年米工廠改建成米國學校 米國學校所坐落的無比土地 大約30多年前被編定為特定農業區 特定墓地事業用地 現有的大型倉庫雖有合法使用執照 但因早期未取得新辦事業計畫許可 導致後續無法變更使用執照用途 限縮了建物的功能性及利用性 這一次關山陣農會向縣府申請新辦事業許可 縣府跨局處共同檢視相關法規 以及計畫提報內容 不到三個月就審議通過 台東所在綜合報導 準備好